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这里说消费特别节目 近年来我省深入推进放心消费在浙江行动 建立健全放心消费创建体制机制 大力培育放心消费单位 创新监管手段提升创建质量 加快营造安全放心满意的消费环境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亿辆 位居全球第一 汽车消费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中占比 超过了10% 其中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购买二手汽车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增长了15.6% 二手车交易已经成为了汽车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二手车车况信息透明度和规范度不高 消费者很难方便的查询车辆的相关信息 消费者往往担心二手车的行车里程 维修历史等等关键信息被修改 甚至买到泡水车事故车 这些都会损害二手车交易双方的信任度 成为制约二手车高效流通的关键因素 今天这里是消费特别节目 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 为大家介绍台州市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 李雄伟 欢迎您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浙江消保委汽车专家汪英来 汪老师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聊聊有关二手车交易环节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 二手车价格便宜 相对于新车来说性价比比较高 这也是很多的消费者选择购买二手车的主要的原因 但是由于汽车结构复杂 涉及领域广 技术含量比较高 消费者往往很难对车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担心自己想要买的二手车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那么怎么样程度的事故 能够构成重大事故车 这在法律法规层面有没有具体的界定 接下来我们有请浙江消保委汽车专家汪英来 汪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对于事故车的鉴定 大家可能作为业外人士来说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今天就专门讲一个定义 就是什么叫事故车 就是说A柱 这是A柱切割过 B柱切割过 C柱切割过 如果SUV的话设计在一个D柱 也就是车尾如果切割过 前后大梁切割过 气囊弹开过 或者说泡水车火烧车都算事故车 所以如果在买车的时候 首先要确定是不是事故车 如果事故车在双方在交易的时候 销售方如果没有如实的告知消费者的话 那么消费者可以要求退一赔三 按照法规规定 就是如果这个销售方 如果也不知道这辆车是事故车的话 也要告诉消费者说 我对这个车况不了解 也要以书面或者说是音频或者视频的方式 告诉消费者要拿得出证据来 在这种前提下 双方的交易有相对透明的情况下 才能够对双方的有保障 消费安全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要激活消费的潜力离不开 放心消费四个四 那么台州是省内乃至华东地区 二手车交易最为活跃 交易量最大的地区之一 当地拥有浙江 方林 台州 德艺车之星 台运等多家大型二手车交易市场 尤其是浙江方林二手车交易市场 近三年 年成交量都在六万辆以上 交易额均超百亿 下面我们有请台州市市场监管局 党委委员总工程师李雄伟来谈一谈 台州在二手车交易环节 是如何推进放心消费建设工作的 老百姓对买二手车 最关心的就是说 我买的划算不划算 买的有没有被坑 所以说在二手车交易环节 我觉得放心消费显得尤为重要 做放心消费 不但能够让老百姓买的明明白白 还能够让放心消费 成为市场引流的一个良好手段 所以我们在这个做好放心消费 这个项工作上 我们从三个方面做了努力 第一个方面是解决好协力共治的问题 我们想汽车消费 尤其是二手车消费 涉及的这个部门很多 包括商务 市场监管 交通 这个交警 还有这个金融等部门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 我们就是在 由二手车设立的这个极大交易市场的所在地 由当地的这个放心消费领导 小组办公室牵头 成立了就是整个 就是二手车相关的 这个协动工作机制 协力推进这个放心消费建设 由他们所在的这个建设区出台 放心消费的建设方案 比如啊 路桥提出了 放心消费在路桥 无忧购车在方林的理念 区创建办 专门出的印发方案 明确了这个乡镇街道 交通 商务 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职责 共同营造 放心消费的良好环境 第二个是推动这个商家诚信经营 强化商户的放心消费意识 由这个市场和商圈的主办方 对这个商户开展诚信教育引导 全面推行中国汽车市场流通协会 认可的第三方认证检测服务 同时我们大力倡导 购车7天无理由换车 90天内这个与承诺不符 由这个车行原价购回 同时我们还通过这个我们 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举报的数据分析 这个去看看哪些商户 投诉举报比较集中 然后我们通过行政约谈 日常监管等手段 规范商户 这个诚信经营 对那些不合规的商户 我们就是说依法加强查处力度 共同营造诚信经营的良好氛围 第三个方面 我们就是重点拖出了社会共治 我们充分依托消保委行业协会 这个开展这个放心消费 这个宣传教育 比如我们在方林二手车市场 专门建设了这个汽车消费的教育基地 对这个汽车领域的这个 这个安全知识 还有这个二手车啊 泡水车的识别 等就是说在展厅里面开展宣传 让上门的买车的用户 能够及时掌握了解识别二手车 问题车的方法 这样就解决了消除者后顾之忧 同时我们还组建了就是这个顾客的帮帮团 就是主要是在顾客在购车的时候 消费维权的时候 我们由市场的专业人士和志愿者 专门的为他们提供这种这个帮助服务 那这个消费者在市场买车 就是能够体现到一条龙的良好的服务 通过一系列的宣传 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放心消费的这个环境 我们曾经在电梯里大街上 看到铺天盖地的二手车平台广告 其实这些广告也让消费者眼花缭乱 而许多平台也会通过低价发布二手车来吸引消费者 并且号称经过平台的专业检测 那么现在的网络销售确实为消费者带来了便利 逐步出户就可以看到车辆的图片 挑选自己喜爱的二手车 但是平台背后的套路也让消费者防不胜防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挑选二手车 王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一般来说挑选的尽可能选择 类似10S店的正规的二手车经销商 或者说像台州这样的一个规范的二手车市场 因为做商跟行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现在的很多网络经销商也涉及到一个市场监管部门的管辖权的问题 这样的话就是很多的网络经销商真的出了问题之后 我们追溯起来就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另外一方面比方说是做商的话 那如果出了问题的话 退一赔三我们叫说句老话嘛 叫跑了和尚跑不了妙真的有问题 那退一赔三对于消费者来说还是能拿到 赔偿金额还是比较大的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买二手车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年限的问题 这些汽车厂家的官方的认证的二手车是六年十二万公里 也就是说在这个公里数和年限之下 质量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年限低到二手车还有个好处 就是它的维修记录可查性比较强 但是如果你买的这个公里数特别长了 或者是年限特别高的话 因为它可能不在16点保养 那么它的可追溯性就很差了 你也不知道这个在外面它的保养的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用到假机油 有没有烧机油 你什么情况都不了解 那么这个买二手车的风险就非常大了 所以在选择二手车的时候 尽可能选择年限相对来说低一点 或者说公里数少一点的二手车 当然最好的情况下是朋友之间 知根知底那是最佳的 因为市场上二手车来源比较复杂 车况各异 加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等等这些问题 消费者的权益容易受到侵害 所以优化消费维权工作 是提高二手车交易市场 透明度和公平性的关键 那么我们如何做好 二手车交易环节的消费维权工作呢 我们现在除了畅通12315和12345的 正常投诉举报外 消费者在遇到二手车问题 能够找到相关的部门及时处置 我们想老百姓碰到二手车的问题 最想最希望解决的应该是在这个店里 或者在那个市场就地解决 而不是通过投诉举报 一层一层的绕一大圈再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几个就是有二手车交易大的市场 全部设立了就是规范化的调解室 通过源头化解就究竟 帮老百姓解决这个二手车交易的纠纷问题 比如我们在这个方林二手车市场 我们这个还聘请了 具有20多年的这个调解经验的市场监管的退休老干部 设立了这个老省调解室 然后今年以来我们这个调解室 也解决了就130余期的这种二手车的交易纠纷 这个调解成功力达到了80%以上 因此广大消费者如果选择买二手车 在享受优惠价格的同时 一定要擦亮双眼保持冷静 避免消费陷阱 七年来浙江用实际行动擦亮 放心消费在浙江的金字招牌 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创建全面铺开 放心消费建设领域不断的拓展 放心消费建设的经营生态不断优化 放心消费的浙江创新经验层出不穷 让人民群众吃的放心 穿的衬心用的舒心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分享 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